我們明白有個根源有個傷害 然後傷害沒有處理到就有盈慮 處理了就沒事的 譬如我們現在成熟 如果成熟就不一定是個個成熟的 譬如你今天回去被人罵到不得了 被人陷害到不得了 可能都會不是這麼快處理到的 不是個個都處理到的 那麼那個傷害就會持續在心裏面 它持續在心裏面就會 一樣後來會有盈慮的 譬如有些人他後期 譬如甚至是侍奉都會 他初頭所信 他得到一些安慰 後來侍奉受到更多傷害 他受到更多傷害的時候 處理不了 那個傷害在侍奉的傷害就會繼續影響他 即是說這個盈慮不一定是小時候形成的 是可以成人之後再形成 還有是侍奉神 還有就算宣教士都會有的 宣教士會有什麼盈慮呢 大家想一想 心理創傷 是的 那又會怎樣 會有壓抑的 他們越來自己的故鄉 去到一個他鄉的地方 遙遠的地方 他們那個心理素質 他們都要面對很多事情 很多挑戰 是的 當他長期不在家 長期在外面 而在外面得不到支持 即是他只是給 在外面的時候 那些人又沒有對他好 那一尾付出付出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傷害 和產生盈慮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想大家去明白 那我們就了解我們自己發生什麼事 和別人發生什麼事 那他會有什麼呢 你想想長期不在家 長期呢 那些人呢 即是他只是幫人 但是呢 就得不到別人的安慰 他會有什麼感覺 我都可以說的 孤單 是的 孤單 那孤單 你想想一下 初去到一個星期孤單 一個月孤單 一年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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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怎樣 呆了 呆了 那會逃避這個環境 是的 是的 還有會衍生過來的一件事 因為我曾經聽過 有一些真實的案 就是那位男的宣教士 他本身結了婚 但他自己一個 去另外一個國家 但是身邊還有那些女同工 那女同工對得很好 很多時候熬湯給他喝 所以他後來 我聽到牧姐說出來 那位男傳道 喜歡那位女同工 這樣 都會衍生出這些事情 出來 是的 這個就是因為他 其實在乎 如果他們兩個都單身就沒有問題 譬如那個太太已經離世了 然後去到那裏有個單身的 那大家 就是大家都 乘頭以合 神安排的 這樣就沒有問題 但這個問題有時候不是 就是 只是因為孤單 或者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種孤單一直處理不到 他想找滿足 滿足的時候就會開始 另一個形類成立 就是一個情慾的形類 慾望 是的 慾望 是的 所以其實魔鬼是很多很多方法 四面入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到這個專教的事呢 我們就可以想像 他如果天天都不開心呢 如果他做得很開心 又是另一回事 譬如跟那些人一起 哇 那些人個個都很開心 個個都被幫助 好喜樂 感謝神 你都天天都讚美神 如果他有這個信念 那就很好 但有時候有些人 視乎未必經常讚美神 他覺得我還有很多要做 哇 還未做得完 很多人要改變 所以我經常都教導 我們做什麼小事 神都歡喜 是聖經教導 一杯涼水都歡喜 那就會見立歡喜 但如果他經常都說 哎呀 我很多要做 那些人又不聽話 哎呀 很大壓力 我都不知道怎麼做 就算不知道怎麼做 就有些什麼感覺會出現 不知道怎麼做 會有什麼感覺出現 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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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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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惘 怎麼辦呢 孤單會帶來什麼呢 想逃走 覺得 不想做這件事 是的 不想做了 就變了有一種怨恨 好像很辛苦 所以就算做神的功 如果沒有處理好 都一樣可以是這樣 這個是不是屬於內心的 是內心 這些就是內心 是全部 那個 營旅就是像牙石一樣 成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內心 就是每天被人罵 抑壓住 是的 不能處理到 所以 譬如你家庭的情況 你處理不到 那些裡面的壓力就越來越重要了 我覺得好像很累 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一個方法 如何得力 還有 不要吃垃圾 那些垃圾 為什麼不吃呢 而我深信 我是寶貴開心的 所以 聚會 能夠叫人得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找到了 哈哈哈哈 因為太多人 是 很多憂傷 很多壓力 不開心 很想在 神面前得到幫助 但有時候有些人教導 有很多律法 即是你們做得不夠好 你又不悔改 你又不改變 這些都是真 不過不要只是用律法 神很愛你的 你一悔改 神就歡喜 整個天堂為你歡喜 你一聽話 神就歡喜 這都是聖經講的說話 那他就有這些安慰 但如果沒有的時候 原來沒有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些營慮 我想你很深刻 了解這個營慮的形成 於是 自己留意自己有沒有營慮 即每個人都說 有不同的壓力 是的 好像我有對他的壓力 那我叫你 怎麼解決這個壓力 聖經裡面 八大福音 耶穌講到八福 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利 他媽媽稱為 神的兒女 即是我們能夠處理非常好 但有時候我們幫人的時候 都可以受傷害 幫人的時候 那些人不受狼 或者那個人的表情 臉色 不好的反應 那我們不懂得處理 他 要不要你幫一下 立刻是不是很受傷 人家罵你轉頭 這個就是 我們知道 原來這個其實 他的說話很不合議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不用介意的 這樣就能放到手 但有很多人 這句頂完之後 他可能離開教會 有些人就是這樣離開教會 就是一些傷害 很適合 我熟悉的人 他被神 我們作為成熟基督徒 是做什麼呢 我們留意到了 咦 剛剛他說的說 影響我 我怎樣化解 我們先看下去 營慮怎樣影響我們 譬如 有些人很喜歡跟人吵架 很喜歡跟人吵架 他的影響就是 他喜歡吵架來抗議 和顯示 我是可以的 其實很多人吵架 為什麼呢 我要比你厲害 我比你厲害 我比你厲害 我比你大聲 這是他的影響 長期 就會喜歡用大聲的方法 這是一個影響 跟著影響是什麼 跟人吵架是否有問題 他所有人都大聲 老婆、子女都不喜歡他 每個人都離開他 我改了 別人就欺負我 這些是他的錯誤的意念 大話在他心中 難阻他改變 就是說 人就是衰的 就算基督徒也是衰 有些人這樣相信 基督徒也是衰的 所以基督徒傷害我 所以我都是憎恨他們的 不行的 我不跟他們相處 那這個就是 都有很多 即是有很多 基督徒曾經是這樣傷害 就離開了教會 或者在教會裡面 都繼續有傷害 那就難了他的知識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我想問你 你猜 在基督徒的圈子裡面 有多少人的心中有刑慮 而不知道 又在受傷害 又在痛苦 又去影響人 又被人影響 又影響人 你覺得你所接觸的人 有多少人是這樣的情況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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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有 每一個都有 不少啊 自己處理不到 是啊 那他又影響自己 是啊 釋放不到 所以這個很需要智慧 但如果你這樣告訴他 喂 你有什麼不好 那你告訴他又不行 有什麼不好 那些姐妹 我們只要安慰他 耶穌愛你 知道你需要的 耶穌看著你 耶穌也很傷心的 看到他感受我們的憂傷 想醫治你 安慰你 那他就覺得被愛 但有些人就不會這樣說 他說 哭什麼啊 有沒有好哭啊 哈哈 你都不依靠神 你都不祈禱啊 他就更受到傷害了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懂得 看虛人的感覺 那他於是就爛了 那我們將來學會這個敏感度 原來有些人呢 就很好 有些人就會被人影響之後 就跟著他的行為 他的思想模式就會爛了他以後 怎樣代人接物和處理問題 嗯嗯 好 然後跟著醫治 那我想問問大家 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人跟你做醫治 你自己敬拜 討告自己得醫治 有沒有試過 有 可以說一下 我試過 我剛才還沒 你正在弄機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我說 好像十幾年前 我在後樓梯 工廠下 躺了幾次 我不是講這種醫治 我是講心靈醫治 現在講開心靈 不是身體醫治 心靈的醫治 有沒有試過 有些傷害 在敬拜的時候 那些傷害化解了 有沒有試過 你說一下 我可能 我可能 那時候我都不太清楚 但我一時很喜歡敬拜 我很喜歡敬拜 每一次敬拜的時候 就整個人肯投入下去 就是感受 第一就是主很喜歡 很喜歡 另外也是敬拜當中 我感受主的同在 然後 他會將我裏面的憂傷 我會哭出來 我說是呀主 我求你醫治我 求你安慰我 求你安慰我 這樣 我覺得一次兩次 慢慢慢慢 這些就會慢慢減少 我也試過 我剛才唱歌 一直都壓濕濕 我覺得我自己心裏面 是有一九二在 但我又釋放不到 釋放不到就是 再去找個原因 為何釋放不到 然後我去唱歌 一邊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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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完歌之後 很舒服 其實這是一個過程 我想問大家 是否只是唱 因為你裏面有做這些事 你有沒有發覺 你裏面做一些事 幫你得意志 會 做些甚麼 你裏面有些甚麼做 我做 就是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主耶穌 感謝主耶穌 那些不開心的事 都沒有想到 那些是魔鬼蛇 火箭 那些都是 神的同在會幫你 但是 不是空白地處理 通常來說 經過思想才能夠處理到情緒 為甚麼我這樣說 譬如你始終的心 都覺得那些人很壞 那些思想不改變 不會得到醫治 他一定需要改變 是那些人很壞 不過是他的軟弱 他的問題 我不用介意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些時候 我化解了這個 壞人 那些不好的事 如果沒有化解 我就會生氣他 但是我化解了 不要緊 不死得的 他害不了我的 我化解了 我就不要緊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就讚美神有平安 那就鬆了 是 但是 很多人正如你所說 懂得自己 調教自己 是的 我不懂得的 我不需要把那些 放在心上 不是個個那麼高EQ的 是啊 因為很多人不懂得 他不知道 原來兩樣的醫治 思想和情緒 兩樣需要醫治 思想就是甚麼呢 我怎樣看人的行為 我怎樣看各樣發生的事情 我怎樣看實 這就是思想 一定要調教 因為人的問題 不過神愛我 神祝福我 這個思想調教 然後呢 思想調教之後呢 就願意放下自己的激氣爐草 因為有些人 他是不放下的 就是他走我 好像約拿說 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你的 就是他有路 不過後來他都改變 所以他才會寫約拿書 就是他自己認罪 他自己認罪 就是我知道自己錯了 但是有些人是一路 就沒有處理 就沒有處理 那其實 我想問你 神其實有沒有做事的呢 就是說 在未學到事之前 神有沒有做事呢 就是有些人未學過醫治 神做不做事的呢 怎麼做呢 在你裡面那裏 剛才牧師都說 神看到的嘛 是啦 他看到就是一個 是律法那方面的 他看到你的問題 是啦 然後神會做些什麼呢 是不是只看到呢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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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選擇 什麼方法 是呀 沒錯 沒錯,我先講,在敬拜的時候,有些人會這樣做,有些人不做 有些人只有唱歌,有些人會做 我第一個重點,就是神是在做功的 你真心敬拜,祂會做功,不過有些人就不肯被神改變 所以祂依然苦惱,但是有些人被神改變,祂就逐步處理 所以心靈醫治,不是一定有人幫你,不過有人幫你,有幫助 為什麼呢?因為有些人處理不了,他的傷害處理不了 還有有些人不懂得,原來那個人受很多傷害,所以他會傷害我 他要看出那個人,看出那個人是很重要的 那個人其實被人罵過很多,所以他習慣罵人才叫做聰明 所以他要罵人以罵人為樂 那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我知道他好像狗很害怕的時候會吠的 他狗很害怕就會吠,就會罵人了 於是我明白,我就不介意他了,不要緊的,我是有寶貴 所以他一方面需要明白他是寶貴 所以需要有這些的聖經教導 在祂敬拜的時候,祂又處理,那祂就一步步可以得意志了 這個是自然地,在祂自己敬拜的時候得意志 不好意思 你說給神醫治,還要我們有一個很謙卑受教心和降伏的靈 願意給神去醫治 我們有些人不願意給神醫治 我不是說,個個都會給醫治 不過我問你們有沒有 你們會來的人呢?多數都有 因為有些人,他真的不願意給醫治 他不會願意給醫治 他不會願意給醫治 他不願意受訓練,去處理 所以我們是需要找機會去幫人的 我想訓練到你們 你明白,原來營女的形成是有這麼多歷史 而是他怎樣處理方法 但是他的處理方法錯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叫他改,是未必能行通的 需要用問題引導他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懂得用這個方法 因為有些人就知道用什麼方法 你快點依靠神吧,你都不依靠神 你經常都埋怨,你又不搖書 只控了,只控了就不行了 我以前教過你,你記不記得用什麼方法幫他思考 用什麼方法,有沒有印象 用提問,記不記得嗎 提問,怎樣提問化 要先聊天 對,聊天 關心一下 還有些呢,有什麼方法呢 關心,聊天關心 但是你怎樣引導他 要害你的 對,這個有其中一個方法 讓他知道被害 對 還要為他祈禱 為他祈禱 這些全部都行通的 全部都 有幫助 我想大家試一下 這個人在這個狀況,很多刑女都壓住了他 你想他來到這裡 那你第一步讓他知道什麼呢 你怎樣方法 帶回到 叫吧 那你把他治療 想不想 改變 想不想開心呢 是啊,非常好 哪那 他記得,我才知道 那算是夠的了 好,繼續講下去 第一,你想不想開心 或者你現在的狀況你覺得怎樣 心不辛苦,你現在心不辛苦,想脫離這麼不開心的境況? 如果想的話,你願不願意逐步去慢慢地解決它? 因為沒有可能一次,這些不用說了 OK的,不要緊,你繼續說下去,怎樣引導它? 在你現在這一刻,其實是很難去面對這件事 但我相信上帝一定會幫你 OK,非常好,這些就是引導了 你現在的狀況,你覺得怎樣影響你? 有沒有影響睡覺?有沒有胃口? 有沒有跟人溝通?好像聊天有沒有困難? 這些就是一些問題,讓他知道實際上生命的狀況 你有沒有發現上班很不開心? 見到人也不開心? 上教會也不開心? 這些就是根據他說的東西去提問他 好了,接著下一步 那你想不想活得開心? 你覺得這些不開心有沒有怎樣影響你? 怎樣影響你? 譬如影響你身體健康,影響你心情,影響你和人交往 好像沒有朋友,那你想不想改變? 那有什麼方法?你有沒有試過? 他可能說,我如恕他吧,非常好,非常好 怎樣如恕? 我自己曾經說過,怎樣如恕的方法最好呢 就是,你看穿他,他受過很多人的傷害 所以他才會這樣罵人 通常被人親,也不是的,有些例外的 有些人被人親,也可能是嚇人的 不過,一個人被人愛得多 通常來說,他會對人溫和一些的 還有,有好的教導,也會被人親 但因為他受過很多傷害,所以他就會傷害人 我們看穿他,我們就言說他,祝福他 那就是說,幫助這個人,看到這個人 還有,這個人有沒有,傷害你那個人有沒有改過? 就是,有沒有改變呢? 因為,經常都是這樣,經常都是罵人 那你是不是繼續期望他會改變呢? 譬如,你期不期望他改變呢? 期望不到 期望不到,他都很難改了,是不是? 只要我自己改變 是的,你明白這個道理非常好 你已經進步了 就是,原來,他改變不了 那我就改變自己 只要我自己改變 非常好 我不理他 是的,你跟以前很大改變 不是不理他,不過是放手 少點理他 少點理他 我真的很累 是的 我根本覺得,這裡啦,這裡啦 哇,真的 是的 你懂得這樣已經是很大進步 變了很...不知如何處理 我整天都祈禱 差不多有空呢? 我不用上班呢? 我就站著祈禱 這個是好的 因為你祈禱就有力量去處理這件事 是的 有些人真的改變不到 我們只能夠接受 我唯有找耶穌去 是的 沒有辦法 然後慢慢呢 可能你的柔和對他 可能有一天改變他 有一天改變了 其實都有很多人見證改變的 好了 然後呢 引導他逐步了 想不想改變啊 怎樣改變啊 怎樣遙恕那人啊 怎樣跟人交往啊 怎樣放下你的重擔啊 好了 然後就說 不如我們祈禱了 即是你引導了他了 他願意了 不如我們一起祈禱 那祈禱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改變他的思想 也都給神的愛 以前 改變的思想就是 神在愛你 你很寶貴 你很重要的 你很重要的 神會祝福你的 神會和你一起的 神會醫治你的 然後呢 就是他本人得到安慰了 而有些人 他是很軟弱 他傷害你 不用放在心上 那麼他思想改變了呢 他就會慢慢呢 他就會慢慢呢 心能夠平安了 他不好 是不是我永遠都要拿屎上身 他不好我就永遠不開心呢 那你一輩子 他永遠都不開心 我永遠都不開心 是不是呢 是啊 想通了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不過有些人一輩子都想不通 一輩子都說 他這麼壞 我當然要罵到他死 他永遠都是這個思想 所以我們改變了 他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拿屎上身 不用揹著他的重担 我自己得力 在祈禱 可能一次不行 一路祈禱 祈禱到鬆 那也都 我覺得是一定要 自己本人 每日都告訴自己 神在愛我 不要緊的 那人傷害不到我 讚美耶穌 我又開心 多謝天父 我又開心 神又開心 哈哈哈哈 那一步步呢 那個裡面就會 越來越多平安了 這個就是 醫治和處理 一起運作 但是如果一個人很嚴重 一定要先醫治 即是指引會 立即醫治了 然後才處理 因為他未必能夠處理 那麼 處理過程又醫治 OK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讓我們大家知道 原來就是 你回家留意一下自己 你還有些什麼營餌 棄實 你有什麼牙石 在裡面 頂住你 讓你整天都不開心 怎樣我們可以放手 怎樣處理 深信我們是被愛 我們是寶貴 我們是重要的 其實說回剛才 我都想說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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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說你很蠢 我老公也是 是的 是啊 你不知道是說笑 還是說真的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笑話 你覺得不是笑話 當然不是笑話 一點都不是笑話 這個是什麼呢 是她的營餌 她的營餌是什麼呢 我想你問 她的內心差不多 你猜到的 她經常都說你蠢 其實她的營餌是什麼呢 你蠢啊 她的營餌 她是蠢 不過她的營餌 她覺得她控訴你 她比你厲害 她控訴你 她舒服一點 是啊 就是你不夠她這麼好 這就是一個營餌 她信了這件事 她經常覺得她自己很厲害 是啊 她信了這件事 她信了這件事 這件事成為她的營餌 所以變成基本的跟你關係都搞不定 那我就給了一句說話 她說 我蠢 我蠢 你喜歡我 你跟我結婚 你這句說話 是好過有很多人的說話 你說我蠢另蠢 我不會跟她吵架 反攻 你已經好好的 我不會跟她吵架 是啊 這個是成熟的 因為 那我就跟她說句說話 我蠢 你喜歡我 那你就不結婚 是啊 是啊 我知道你聰明 那就可以 這個是很智慧的 是不是 應該怎樣正確 這個回應 這個回應也是好的 這個回應也好 是啊 這個變成 用一個 溫柔 笑話 柔和的方法 柔和 來軟化的過程 是啊 真的 因為你跟一對角 他不會衝突了她 就是很難聽了她 一來 你不會衝口而出 不會說 是啊 我知道你聰明 聰明過我 那怎樣 這些說話 會傷害到 是啊 沒錯 總之那句說話 你發覺有尖銳性的 就不要說了 我知道我自己 你接收到聖靈和你說話 是啊 我聽到聖靈和我說話 敢爺主 多謝耶穌 我就照聖靈那樣 那樣走 聖靈就是耶穌 我想問你 你反思一下 因為呢 我們記得 我們初初認識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你幾時開始 會改變的思想 會這樣的方式 變了一些 你變了 就不是轉為她 那麼衰 那麼衰 我跟她對抗 你是轉了 我想問你 是為什麼你會改變 是那個過程 有什麼發生 還有她還說一句說話 我記得你之前才說 你說呢 她說你蠢 難道你變了蠢嗎 是啊 是啊 我這陣子發夢呢 我就是夢到呢 我整天覺得我自己很無用 你現在覺得我自己很無用 發夢 發夢 那你現在覺不覺得自己 現實生活都覺得很像 我不知道因為我自己心裡 營慮 這是營慮 不如你回家處理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 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試一下 用聖經的觀念 取代這個意念 我整天覺得我自己很無用 是啊 我整天說了這句說話出來 有句經文我給你 神簡選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這句經文 你想一下什麼意思 我簡單告訴你 我簡單告訴你 先 就是一個愚蠢的人 在世上來說沒有什麼知識 但是神可以改變他的生命 以至他顯出的屬靈的智慧 超越過一個世上智慧很強的人 叫那些世上有智慧的羞愧 即是說 雖然你可能學識不是很高 但是神可以令你改變到柔和啊 謙卑啊 對人好啊 就會改變到你 比那些有智慧 世上有智慧的人更加好 所以你可以逐步改變 其實我不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是有用 因為神已經改變我了 我現在進步就是神改變 其實我對人很好 是啊 是啊 但是不知為何對自己 你可以對回我 傳導人之前跟我說 他說 Janny 他說你蠢你就蠢嗎 那可以跟我說 你可以跟自己說 自己想回 他說我蠢我就蠢了嗎 除非主耶穌真是說 你是很蠢 你是蠢 那我就蠢 但是耶穌不會跟耶穌 你這樣說 但是耶穌不會跟耶穌 你說 但是耶穌不會跟耶穌 耶穌不會跟耶穌 你這樣說 我代上的 你是我創造的 我自己說 我自己跟自己說 除非主耶穌真是說我愿無 也不用這麼說 是 耶穌是我們最聰明的 最正的 是的 而且耶穌聰明的是什麼 他會提升你 由愚蠢變成智慧 這件事顧緊要 耶穌不是指控我們 他是提升我們那個神 他是提升人的神 是的 他會保護你 是的 沒錯 我記得之前我姐姐都說 我很蠢 但是這幾年 你好像愈來愈聰明 愈來愈有智慧 我說是呀 這個聖耶穌 那就是神 這就是我們的生命 彰顯出來 人家看到我們有神的生命 好 你嘗試回家處理 我們下個星期再說 好嗎 多謝天父 我們祈禱一下 多謝天父 主啊你是一位 憐憫人的神 你是提升人的神 無論我們什麼狀況 神你都能夠醫治我們 改變我們的 我們倚靠你 專心仰望你 我們都求你幫我們 留意到我們裡面有些什麼盈慮 我們就一步步拆毀他 將這些盈慮拆毀 等我們能夠 歡喜我是我 歡喜神愛我 歡喜我親近神 尊重神 我都歡喜快樂 我就日日歡喜快樂 所有垃圾都不好吃 人家說的話 說我們沒用 我們不用吃 我們就是靠著耶穌 建立我們的生命 建立我們的價值 多謝天父 神一定祝福我們的 阿們 感謝天父 祈禱奉耶穌命 阿們 阿們 我就再暗示很多 回來處理一下 下個 pross一個星期回來 我們會解釋一下 你ạ 我想要你解釋一下 我想給我解釋一下 trze Trac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